再来关心另外一起发生在南投的救护车被撞的连环车祸意外 有一辆救护车正准备出发执行疾病救护的时候 它穿越红灯过了一半的路口 结果就被一部红色自小客车从右前方撞了上来 两部车同时失控就冲往路边 波及到了两部机车跟四辆的车子 而整个惊险过程监视器全都露